最近幾個月陸續發生非住戶闖進了人家社區的案件 新北新英哥有一處社區住宅 之前發生了一個男子拿著石塊跟滅火器 朝著這個社區大樓猛砸導致損毀 共計大概損失新台幣30萬 而且害做事要打保全 導致他人身心受創 那警方獲報之後 將這個嫌犯以妨害自由 還有毀損罪送辦 男子手持滅火器 一個迴旋猛砸向社區大門 但強化玻璃就是紋絲不動 保全健壯上前要阻止 沒想到男子竟然舉手做事要打人 接著把滅火器當千球丟 玻璃門直接碎成碎片 警方調查發現男子闖進社區 想搭電梯上樓卻沒有磁扣卡 才會拿滅火器砸門 可把附近住戶嚇得不轻 他們是上班是下班回來 他們說好恐怖 我們那棵玻璃被打破 警方家人逮捕之後發現他根本就不是社區住戶 他向警方公車是來找朋友 但連朋友是哪家的都說不出來 因此被依妨害自由 毀氣損壞送辦 好其實在臺北市一般的社區大樓都會有像這樣子的磁扣機 來確保住戶的安全 其實不只是在社區大門的入口 在停車場入口 底下也會有所謂的感應器來確定您正式社區住戶的車輛 不只有磁扣門禁卡 現在許多大樓管理也都會請保全公司 只是深夜遇上歹徒硬闖 不只是當事保全 恐怕連居民都嚇出一身冷汗 老二新聞綜合報導